中国大陆等于是 它在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那在这建立新秩序的过程 就瓦解了美国的秩序 那它透过的是 经贸带动 制造业带动 基础建设带动 中国大陆是国有企业嘛 结果它的国家的外交战略 跟国有企业 国家银行就全面结合 那全面结合 你才有可能在国际上推出一些 需要融资啊 需要中长期规划的项目 不然你一带一路哪有可能落实啊 你想想你需要多大的资金 需要有多少产业带动 那中国就真的做到 这个美国绝对做不到啦 这个Oracle美国西欧台湾还活在冷战时代 社会主义联盟的瓦解 其联盟体制 本质是列宁式的政党领导体系 一切建立在绝对领导与联盟对抗上 列宁当年已经否定了这个体制 其实美国也差不多 但现在不复当年正在布社会主义联盟后尘 个人认为中国主要是以互利经济 在外交上谈成妥协合作 挑战中国不合作罢了 当周边国家经济都在迅速成长 菲律宾人怎么想 还会诈次吗 多于理他 如果非要说中国挑战美国秩序 无非是彻底粉碎冷战各局罢了 Oracle你讲的太对了 我同意 事实上中国大陆等于是 他在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那在这建立新秩序的过程 就瓦解了美国的秩序 那他透过的是经贸带动 制造业带动 基础建设带动 那因为他是 他的国家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 偶然因素造成的啦 因为中国大陆是国有企业嘛 那 结果他的国家的外交战略 跟国有企业 国家银行就全面结合 那全面结合 你才有可能在国际上推出一些 需要融资啊 需要中长期规划的项目啊 不然你一带一路哪有可能落实啊 你想想你需要多大的资金 需要有多少产业带动 那中国就真的做到了 这个美国绝对做不到啦 所以后来连那个 我们说那个 世界银行啊 世界银行的融资项目 现在超过10亿的 10亿美金的非常少啊 可是现在非洲已经长大啦 东南亚已经长大啦 人家现在要盖的项目 动不动就超过10亿美金啊 所以你世界银行搞不动啊 所以为什么会有亚投行啊 金砖银行啊 这就是世界变了啦 就是 我们说第三世界或全球南方 已经开始崛起了嘛 那人家要建设啊 要基础建设啊 要发展自己的工业 进行贸易啊 那谁能帮我 谁能够帮我嘛 坦白说就是中国大陆嘛 中国大陆最能帮上他嘛 你美国怎么帮他 你美国有的是金融霸权啊 不然就是最高 最高顶级的科技产业啊 那个够不上他啊 够不上啊 那你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民营企业 你去做一个投资 三到五年就要回本 你哪里有办法做中长期的规划 所以这个就是 没有错啦 就是这个 美国所创造的秩序 事实上已经没有办法 去带动大家跟着他走了 没有办法 结果他现在都在搞什么 都在搞防堵中国跟俄罗斯啊 都是以军事政治逻辑为主嘛 大家哪里是要这种东西嘛 大家要是要过好日子啊 过好生活啊 要发展自己的经济 跟基础建设嘛 对不对 Oracle中国发展成就是失败堆起来的啊 朝鲜战争没在汉城停战 根本是不懂国际联合国体系啊 波凶事件发生后 在东欧声望达到顶点 但当时没有及时纠正大要禁等错误 并对苏联的绝对挑战 导致苏联全部撤走援助 这个是1959年啊 7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中国开始加入现有的国际体系 就是对过去错误的反思纠正 其实美国干的所谓颜色革命 中国以前都干过但没有一个真正成功案例 对没有错就是文革时候有输出革命啊 涂废钱粮 实事求是才会不断进步 台湾这种意识形态专政已经没救了 这个我也完全同意啦 确实如此 邓小平改革开放 然后从经济建设 协助外国做基建 真大贸易 这才是正办啊 结果到现在搞到141个国家 跟中国大陆都是最大贸易伙伴 那一带一路累积出多少真正的朋友 这个真的才是正办啊 那美国现在反而回去搞意识形态了 就变成这样 Oracle国民党的问题是事实上没有党组织的概念 孙中山以列宁是改组国民党 但蒋介石接手后 根本没有发展党组织啊 他把精力都投在军队上了 并且政党分离 也让党组织失去作用 老蒋时代实际上党政军就他一个人在指挥决策 这个毛病不但使国民党抗日拉垮 解放战争失败 到台湾后也无力或参考国民党列宁 是政党组织的民进党对抗 先天不足 一切对他所做的努力都是白费 什么叫一盘善杀 说的就是国民党 让他沉默在历史尘埃之中吧 国民党真的是蒋介石蒋经国 就是一人独大啦 真的就是这样嘛 那民进党真的是集体领导啦 真的是这样啦 这个Oracle这个观察是正确的 因为我出身自民进党我很清楚 像陈水扁执政 他也要跟新潮流共治 蔡英文执政 也是要跟新潮流共治 那现在轮到新潮流自己当家了 赖清德 他也是要跟政国会 英系共治 那 老板讲这个概念 民众党也没有啦 一人政党真的是撑不久啦 真的是事实啦 所以 从这里得到一点启示啦 没有错啦 所以民进党看到共产党都觉得 我们好像有点像啦 不过我认为民进党 输共产党多了 多了 共产党比他更灵活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